楊葉宏兄弟,在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二日,星期日凌晨, 由香港死去梭達佛的華山號,火船上面,跳海自殺死忍者,留下了衛書話。 七十多年已,時間太長,我已感到毫無興趣,因此決定提早收工,實行海葬, 但無須一切出殯儀式,亦無須舉行葬禮,自殺。 等老子Basco 神父丫嚇死回六十年前,去訪問一下他先。 吊你老母臭化系呀!楊葉宏哥哥仔,你那真名是怎樣? 嘿嘿嘿嘿!我始終都是這個名字而已。 老子就是潛樂、曼谷大京都來的Basco 神父, 想你老哥爆點料來給我們波士訓頻道的老友記聽聽。 噢!那豈不是要說回以前古老的事嗎? 對聽!老子這頻道,專門爆舊舊擺娛樂圈的秘密, 雖然我們的收視率,比起其他那些 正是懂得撻人無線收費頻道的粵語片, 成套商再等些人不用付錢, 就免費提完的策製頻道,消耗嫩多, 不過我們勝在讀加猛料多嘲嘲, 絕對定九七嫩小過些懂得少少就扮代表的所謂專家。 麻煩你老哥先爆下你在哪間書館讀書先啦! LösNER alles omad 我便從廣州市唸書此。 不是那間學校叫南武學校 læ。 我吊你老母乎醜還 read Ah! 這一間是上 next andام的南武學校, 喧男女校來那慶-, 你端有仔tsin這麼靚仔 , 大阪女邨卡打大腿任你老哥哪! 吾似得我獨聖祖席克里柱,吊臘貓和賞子。 是呢,你們何見吳校長好能喜歡搞科外活動的話, 他下賣石叻搞養證中學, 好多校友都有參加中華民國十五、十六年時, 新加坡拍第一出墨片《新客》, 尼老哥貓在南武學校那時, 除了玩美女隊波調戲弄之外, 又玩過邊狗的科外活動呢? 時時都玩玩畫劇呀,唱一下東西呀。 後來我們入了一個社團, 叫做南華體育會呀, 精武體育會呀那些裏面去玩東西。 麥華,麥體育會不是只有打球, 有水,被人吃下東西捉殺下功夫仔的嗎? 有的,有音樂組呀,話劇組呀那些嘛。 那,你老哥是唱些什麼東西曲呀? 我們那時唱而已, 唱所謂鼓翰月曲那些嘛。 即是戲棚觀畫啦, 大人,你腰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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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大人藏鴨蓮。 是個挺呀! 古色古香就挺呀! 你跟哪個師傅學唱這些嘰嘰嘰? 那時候那幾個金山虎, 這些是那些所謂過戲的母生, 原來戲班是很厲害的, 母生呢,教花蛋也可以, 教小生也可以, 換藥也可以。 一個師傅呢,就教唱歌也是他, 教演戲也是他, 甚麼都是他的。 我們那時候唱戲, 就沒有現在那麼多的作曲家。 屌! 那去哪裏那裏那麼多曲本來跟著唱這一由? 呃,沒有的, 沒有甚麼所謂劇本、曲詞那些都沒有的, 哪裏有現在那麼多作曲大家的? 那時候我們找師傅困難了, 要請個師娘回來唱戲。 師傅,就是盲妹。 盲眼的, 出來唱戲, 當職業的。 那叫他回來就不用他怎麼唱的, 叫他著句話出來的。 那他話了一句, 就是唱一句, 我們就拿筆寫一句, 幾個人拿了筆, 各有各寫。 那試過一次是很困難的。 那時候那些古行粵曲, 就不是每個人都聽得到的。 哦, 有時寫不到, 就搞到滿天神佛了。 那有一次就是他剛剛唱了一句, 稱師爺前去, 那樣的詩。 什麼寫到雲子怯啊天? 那我們就問過師娘, 喂, 啊, 師娘, 什麼叫做雲子怯啊天? 我都不知道的,师父教我那时候着具来教 他说云知怀天,我就只要唱 那我们几个人就立起了母修 结果就硬太假了 所以第二天就要找他那个师父,师娘的师父 问他,这个我们没有修 没有什么叫云知怀天 那支曲是王大宇 那个小生被人拉到他犯罪 这个小姐使个丫鬟去找师爷 师爷的筆可以回天有述 请师爷前去文字回天 用那支生花的苗笔去写个品来补个小生出来 老实说,过时看电影 个个不是说句句听到的 听到他唧唧唧唧就算了 他说他国语,他又不国语得完 这些是搞出好笑话的 金尼老哥怎么能玩文明戏的 我们有时玩得多 唱得多想做话剧 那时家长对子弟出去玩音乐唱东西 就不欢喜 他说因为出去唱东西又不挂着读书 就是这样 那时那些古老专长他认为要 除了睡觉之外 日日夜都要拿着帮宣 是合规矩 没有说现在说休息了 找些娱乐了 调制一下 那我们妈妈还有一句口头善 哈哈 她说加油言索 就子孙落堂 那就是说你玩了言索 那些子孙的前途都很差的了 很容易就会搞到子孙落堂了 那我们静静地出去 静静地出去自己玩的 那连妈妈都不敢给她知道的 那我们就走去 一间几座南华体育会 就里面有个话剧组的 有个音乐组的 那我们就在那里学咯 那你老哥担政做男主角的文明戏 是哪一出这一游 我记得初次那出戏 叫做《千秋逼血》 那些是所谓外国的剧本 以前女国都是由男仔扮的 那些女仔哪有这么肯定去做画剧 走上去后台探探班 已经那个很肯定了 那我叫做 那我做一个军官的 那在前线回到来 那她探个怡掌 那便见到个表妹 那便大家谈情说外 叫那马 前班玩谈情说外戏 Mai即是要男主 跳马甩路来打Caslan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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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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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當年在Sans & 做文明戲的時候, 都不能多女人來買票碰你唱的? 嘿嘿嘿,都好多的。 盧敦,例如青果那班友仔, 都是玩文明戲的娃娃, 那你又沒有拉奸的? 那或者我們還會先些? 我們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現在有成差不多四五十年了。 是的,我們的年紀是老一點。 不如爆下你老哥是怎能讓Sans & 到香港踩影畫戲的? 啊,那很偶然。 一開始跟朋友來香港走走走, 當時李遠山的時候, 有一家叫中華影片公司, 老闆就是來北海。 當時中華影片公司, 第一部有聲電影, 就叫做《傻仔動房》, 就是廖夢國的主角, 廖夢國即是現在在巴士公司做司機的。 第二出製作是白玉堂, 唐星圖, 林妹妹踩影的《梁森》, 第三出是《傻仔動房》, 東方《傻仔動房》, 余美美, 林妹妹踩影的《梵話夢》。 第二部就叫做《柳啟祖宗》, 林坤山做主角。 第三部就沒有那部《博幸》了。 那時候李遠山, 仍然是一座山, 做遊樂場, 以前做遊樂場。 那現在都挖平了, 起樓了, 汪海桑田, 鹹白南不同了。 那時候那間中華影片公司, 有一個劇本叫做《博幸》, 他預備給白玉堂做主角。 誰知白玉堂, 只因為樂香演戲, 有段時間還沒回來。 那個老闆的兒子等那麼久, 叫我去做那個主角。 當時還沒變白玉堂, 我們叫做做小生的。 當時我見好機會, 沒有人試過, 有電影的演員做下, 自己看回自己也行的。 那個女主角叫做余美美, 當時也挺漂亮的, 現在見到她也變了一個白玉婆。 如美美好喉好小雲過嘩, 那些新聞只說她是 東方渣烈特劇。 可惜只是踩得、 博幸、 繁華夢、 傻佬觸手、 可憐女、 標準老婆, 這不出影畫戲就收生吾輪氣了。 是這為何你踩完這出博幸, 就好像人間蒸發那樣? 被闊太包養了你呀? 嘿嘿嘿嘿, 不是, 拍完之後, 後來我去北海那裏, 代理三達火油公司的火水, 不在香港, 做了好幾年的時期, 最後回來, 久不久拍下這樣呢? 都沒有現在拍到那麼多的。 那麼, 計好回來, 由起初到現在, 都三十幾年的啦。 是的, 你又怎能讓飄陽女士, 即是馮浩賢這條丑 是拉你入香港 麗的呼聲組廣播劇的播音藝員呢? 當時, 飄陽女士呢, 她有一個劇本跟我合作的。 那麼, 由那時開始, 一直到現在, 都是麗的呼聲播音的藝員。 那。